特斯拉CEO马斯克表示,如果Hyperloop高征空管正式运营成功,全球交通将面临一次新的变革。 这是一条全面运转的地下商用隧道,预估在2020年拉斯维加斯完成, 同时也是Boring Company在包括芝加哥和巴尔地摩之内的主要美国城市推动的多项新型计划之一。 地下隧道将由客舱运送汽车后的乘客,让通勤者各以避开交通拥堵在城市中快速移动。 完工之后,拉斯维加斯计划将包括两条隧道,每条隧道长约一英里, 隧道内将一自驾车以每小时155英里的时速运送乘客。 从拉斯维加斯国际会议中心到拉斯维加斯大道的第一条商用隧道, 计划在2021年CES消费展之前完成,2020年就可以投入运作。 同时创立电动车制造商Tesla,以及火箭公司SpaceX的马斯克,始终是争议不断的新闻人物。 2019年1月7号,Tesla上海超级工厂举行开工仪式。 不到一年的时间,Tesla首批中国制造的Model 3正式向远工交付, 同时达到了每星期超过3000台的生产速度。 根据国外的媒体报道,Tesla欧洲超级工厂第一阶段建设, 预计将于2021年7月开始生产15万辆Model Y以及Model 3系列车款。 Model Y系列是Tesla推出的第五款车型,在2019年3月正式公布, 其售价是39,000美金起跳。 拉斯维加斯计划完工两条隧道从2019年11月开始动工, 并且预计在CES2021消费电子展展会之前完成商业运转。 中天中望正面报道。